這一集要來講解施工圖很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立面圖 哪些人需要繪製立面圖呢? 無論你是準備進入職場的新鮮人 或是有在接案的工程廠商 又或者你對木工DIY有興趣 是個木工的業餘愛好者 哪怕只是手工施作出一個小書架 都會需要畫出立面圖 所以立面圖在整個裝修領域裡面 可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圖面 所以這集就要來簡單介紹一下 何謂立面圖? 如果你是一位想應徵室內設計公司的新鮮人 我強烈建議一定要將立面圖給放入作品級 因為對於室內設計這個行業來說 繪製立面圖絕對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技能 掌握它的話 可是能幫你加了不少分呢 那現在先來解釋一下立面圖的定義 想必學生時代都有做過一個測驗吧 如題目所示 它就是讓你辨別三四圖 簡單來說就是 將物體平行投影至單一面向 也就是說 只要將物體的其中一個面 取出它的輪廓 會釋到圖面上 就稱為仕圖 這在機械制圖領域 是很基本的概念 只不過將這個原理 運用在室內設計上面 那要因為你看到的是物體立起來的這一面 因此才會稱為立面圖 舉例來說 看到這個案例照片 例如說這個玄關櫃 它是一個L型的轉角櫃 我把它分解為高櫃及矮櫃這兩個部分 假設今天的單一面向是指這個面 那呈現到立面圖的方式就會長這樣 那換個角度來看 假如改為面對矮櫃呢 當然就會變為 矮櫃在前方 高櫃在右方了 那因為高櫃側面被結構牆包圍住了 依照室內設計圖學的觀點 通常都會利用火力面圖的方式呈現出來 至於火力面圖卻有些複雜了 我目前先講解簡單的概念就好 這邊又暫時不多做說明了 那立面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比如說 單純看平面圖的話 是沒有辦法正確傳達立面造型的 畢竟平面圖主要是用來表達 空間的配置方式及尺寸對照 那立面圖還可以用來強調一些細節 例如像斜櫃這一排的成板 可以用文字標註來說明 是否為活動成板 或是固定成板之類的 還有最重要的 材質也需要用文字說明 例如全關櫃使用的木心板型號 以及表面要貼哪一種木皮 這邊強調門篇要改為烤漆試做 還有安裝門把型號等等 通通都要利用文字註明清楚 最後就是如同平面圖一樣 需要標註尺寸 不過需要標註更多尺寸的細節 畢竟立面圖與施工息息相關 尺寸必須要非常精確 以免出差錯 關於立面圖解說 先介紹到這邊 想學習更多有關立面圖的細節 可以參考我的施工圖教學課程 裡面會有更多更詳細的立面圖繪製技巧 立面圖之所以佔施工圖很重要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立面圖基本上就是 師傅施作的依據 我開頭有說過 如果你要應徵試驗設計公司 強烈建議一定要掌握 繪製立面圖的技能 因為從繪製立面圖的功力 就能夠看出 你對於固體結構的工法 到底了解多少 只要你能畫出一份完整的立面圖 一定能夠大大提升面試應徵的錄取率 這套課程不僅帶你熟悉立面圖的繪製過程 同時也跟著教你木做櫃體的結構工法 除此之外 我還會教你如何製作出一份專業的面試作品集 幫你應徵工作不再被打槍 如果想了解更多課程說明 可以點擊下方連結 順便問一下大家 不知道對施工姑娘的內容有沒有興趣 可以下方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如果反應還不錯 我之後就要開始來講解 有關如何根據施工圖來估價的技巧 來請大家敬請期待囉